摊箱通往温泉区道路 出现大量土石摊坊 工程人员急忙抢通 一辆挖土机在清运过程中 因为巨石太重 重心不稳导致侧翻 差一点就衰落薄砍 那一个时候大概多重啊 那一刻不用重啊 幸好驾驶及时逃出 没有受伤 工程单位趁着雨势暂缓 加紧赶工 下午一点已经抢通 但还是呼吁民众 如非必要不要上山 张化路港镇一处大排水沟 则是发生一起老先生落水意外 七十四岁的老先生 不小心摔落排水沟 幸好民众先用一旁的救生圈救援 消防员赶到将老先生拉上来 他意识清醒 但骨盆肋骨骨折 身体多处擦伤 送你治疗 大约新闻中部总和报道